各位同学们大家好 午安台北股市今天在美国股市大涨之下 今天演出一个开高走低的行情 不过还能够涨133点 那成家也扩充到2915亿 我上上礼拜我跟各位访 这一次的短期目标就到15200点 现在今天最高点应该15152点了 那来到这个点数呢 同学们要注意一下 一个双重卖压 一个就是短线获利的卖压跟解套的卖压 毕竟这一波从12629涨到今天的位置 已经涨了2500点了 2500点的这里来讲的话 还是有人会寻求解套 外资当然我看今天应该是站在买方 应该是买超 但是在讲15000点以上来讲的话 一定要量能维持到2500亿来消化 这个双重卖压 当然这个盘来讲的话短线还是往上走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是建立新仓位的话 一定要特别留意了 一定要特别的谨慎为之的 不管你的股票的很多的个股 这波已经涨了340% 你要建新仓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特别了解 公司的基本面 当然有些主力股还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在操作上的难度已经增加了不少了 那我们就今天的盘势马上为投资朋友做报告 特别股市今天涨了133点 表现还算不错 在今天的盘前焦点的时候 我就跟投资朋友讲说今天200点是合理 200点是合理 那想不到只有133点 那最高点的话272 如果在最高点你还去买股票的话 今天大概都到的机会就相当的高 像昨天的2498的宏达店 我们看一下宏达店2498 你看昨天涨停板 对不对 你看今天大涨而且很多人都跟你讲第一根而已 昨天我看电视上很多人都在讲这一支 因为现行上来讲也真的是漂亮 但是你看今天来讲他到什么位置到连线又下来了 有没有 你看我说连线这一波来讲个股 除非他能够站上去 但是比较少了 几乎都到连线都大家下来了 就在下来了 那你看2330的台积电 你看今天来讲是有点开高走低 500块也没有站上去 500块也没有站上去 那你说这里来讲的话是这边的头部也未必 也不一定 但是呢他今天能够涨 他至少比2303的连电强 为什么 你看到连电今天也是他会遇到连线的位置 来讲又缩回去 所以这一波的个股来讲的话呢 大概到连线的位置呢 其实因为我昨天跟各位报告了 以目前基本面看来我讲的话 其实明年一定是比去年 明年也是比今年还差啦 但涨到多少 讲实在话 那看资金的动能 一定会有点超涨 你说12629是不是超跌 对不对 也许合理价位是在14500点 14000吧 不知道了 股市来讲本来就是会超涨超跌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呢 你说来到这个位置你当然要 自己心里面说股票还会涨 一定还会涨 但是涨什么股票 对不对 像昨天涨的比较强的什么二线说话股 今天全部都休息了嘛 今天来讲的话几乎都休息了 那会不会再涨 讲实在话 也不晓得啦 真的你看台剧今天 你如果说今天真的他够强的话 今天大盘再怎么样他也是涨133点 对不对 那今天来讲是不是要续工才对 因为才第一根突破而已啊 对不对 第一根突破而已 但是他就不涨了 那我昨天跟各位报告嘛 基本面来讲其实 就今年跟明年来讲大概也没什么好到哪边去 所以说你说股价来讲一天反应而已 只是补涨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说当然你说今天 这种二线说话股 亚聚相对来好一点 但是你说第一根一根长红就休息 但也许也许的 你也许就又明天又开始动了 不知道啦 但是亚聚你看 接下来也到连线位置啦 又到连线位置 所以到连线位置的个股来讲 你就真的要特别留有 一定要在买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先站上去 而且最好是三天站稳 你相对要来考虑会比较好一点 相对来讲操作会比较好一点 我昨天告诉你 ABF的族群是什么 是送分题嘛 大家都知道啊 什么都很低啊 明天都很成长 我想你如果看电视财经节目来讲的话 大家都跟你这样讲啊 但是ABF就是就是不涨啊 对不对 这一波大概从第一波涨到13700点以后 大概就不会涨了 我们看3189 对不对 涨到这里 这里是什么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里是 11月11号耶 今年 今天是12月 12月1号了哦 你看他涨到11月1号了 他就进入平台整理了 有没有 那那时候的大盘指数在多少 我们看一下那时候大盘指数在多少 那时候大盘指数在14000而已耶 是不是说涨了1000点以后 他再又开始涨 但是我说你现在的操作来讲 你要赚钱一定就是你看好一张个股 你就是买着就不要去乱动 你知道认定他基本没有好的 对不对 你就不要去乱动嘛 你也不知道这两个股来讲他会怎么轮 好对不对 你说哪个安控 安控 大家讲知道话真的是有主意在玩 今天都很强啦 讲来听什么精锐啦 什么旗友啦 其实我都有看到啦 问题是 你如果没有低档金去买呢 你现在看他来讲的话 你真的还敢自己去买吗 我讲来听一点 虽然今天都很强哦 你看精锐已经涨到200多块了 你没有红回拉回 如果你有再注意红回拉回去嘛 对不对 那你现在来讲说 大家都讲什么 什么海康威视啊 这些什么监控啊 大陆被去中化什么一大堆 也许是啦 也许毕竟我研究报告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篇 有关监视器的报告 讲来听一点 发生怎么奇怪呢 这种强势股来讲的话 完全 其有来讲的话 完全都看不到报告的 那原则上来讲 就变成说 其有赚八毛钱 涨到四五十块 你说合理吗 明年展望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耶 讲实在话 没有人知道耶 也在市面上 就是在台面上的 你说大家法人看的报告 也都没看到嘛 那这股价就是会涨啊 那没办法 那我就不晓得 这种个股来讲 我自己的钱我没差啦 如果自己我想买 我想买什么书 我自己认嘛 但是自己带会员 原则上你说 进去买股票 当然你说不一定赚啦 怎么可能 对不对 我们不是神 但至少 我们带会员来讲 像我带会员 我一定给一个投资依据给会员看 今年估多少 明年估多少 目标要多少 但有时候受到大盘影响 还是会赔钱 对不对 那尽量就把停损做好就好了 但是如果说 以基本面来讲 我说这种 ABF三支个股来讲的话 至少 今天来讲 是不是都涨了 对不对 那星星相略看起来是比较弱 真的讲之大 8016 你看今天这么大盘 供不上去 你看至少这些个股都 你看今天 但是你今天去追高 我问你 投资朋友 你看今天蓝电今天 你看一开盘 你这一波去追了 就没赚钱啊 你看他收盘在这里 你回来 缓回看的话 你这一波追到这里 今天就小培论 除非你当冲 当冲 卖掉 这里卖ok 你这里快涨停板 今天最高有到涨停板 有没有 你看又下来了 你如果这边去追的话 你有赚钱吗 你有赚钱吗 但是这段期间 你如果说看好蓝电的过程当中 是不是这段期间很好布局 虽然没有涨 但是我说大盘会涨吗 只是说什么时候动 我不知道啊 对不对 昨天还提他而已啊 今天就动了 今天就动了 那我们 我待会我是买什么 我是买景硕啦 我是买景硕啦 我是买122的 我是买122的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今天终于动了 动了 你说以目前动 你会怎么动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看嘛 对不对 那至少他 今天一个跳红缺口在这里 你看这个跳红缺口 回补以后 整理又上去 所以你看他可能走阶梯式的上涨 好 那今年16 明年17 至少你说本一比10个也不到啊 那大盘这里来讲 到底要涨什么个股 我不晓得他是不是 ABA是不是 我也不晓得 我跟讲直到话 今天大盘的动物 昨天轮到说话股 你今天去买说话股 你就没赚钱啊 对不对 你昨天去抢 抢抢的 你看你怎么抢啊 讲难听一点 所以说这里来讲 我说 这一波的涨 至少2500点上去了 你手中有股票 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涨一些啊 连货柜都会涨啊 对不对 货柜被打成这个样子 还是有涨一些啊 只是说说抢之话 真的还没有很强 你说长荣呢 才过季线而已 很多个股早就过季线了 那扬名来讲的话 也差不多过季线而已啊 你说他很强吗 没有啊 你说他来讲就是横盘整理嘛 我今天会对人家对货柜的景气来看法 我跟各位讲 那你现在要买什么个股 就看你自己啊 也许你想充尝试股去充 但是呢 如果说你能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个股 我们讲相对安全 就是股票要涨一阵子的啊 我讲哪一天 我们上这一档 这是我们待会买的 3617的缩天 我这个要讲一下啊 因为很多人对这种个股 我想你也不晓得这种个股在做什么的啊 今天 3617 你看今天是碰到半年线 然后就拉回了 你看这里啊 不是啊 3617啊 你看今天创高点啊 118 有没有 就这一波他等于是创新高了 有没有 对不对 你说这个创新高 你敢买吗 我讲难听一点 我是买在这里啊 对不对 我买这里 我买这里而已 我12月 这里好 因为抠讯 来抠讯这里好 3617的缩天 今年估15块 明年17块 目标看150元以上 107到108买进 这是我告诉会员的coach嘛 那连亚那时候122万一半也在当天做的 11月29号 你看 为什么要买 这是人家写的报告 10月29号那天的报告嘛 你看 溯天来讲的话 他做什么 他做除能的啊 除能的 那最近来讲 目前美国的状况是相对不错 你看第三季就算3.57元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 对不对 前三季11.93 不断电系统吗 UPS 这是不是除能 是啊 对 净值都62块了 股本才8亿 所以这种个股 你说11.93 我那时候买1080本益比10倍都还不到 对不对 但不是说本益比低就一定会涨 对不对 我们也讲实在话 但是至少你可以看到出来 人家明年估多少 明年人家估17块 对不对 17.38 这是给我们会员看的 我就传给我们会员看 对不对 17.38 那你说 你在这个节股眼你要买什么个股 买什么个股 你说至少成长有成长 本益比低只有本益比低 对不对 之前我们买的时候 其实股价讲到已经从这里已经涨上去了 有没有 从八九十块就涨上去了 好那你现在既然从八九八十几块涨到108你要买 你当然你要看到后续还真正能不能赚钱 是不是 你跳这样子看啊 不然你说你买这里好了 你都后面都不知道大概怎么样的话 你买在这里是自己跳火坑吗 就这里来讲 然后不上去又下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说这里你说这边随便买随便赚 讲难听一点 你这里低一点 大盘在涨他随便也会涨一些啊 但是现在涨到这里了 涨到这里了 对不对 你真的要有信心要买这档股票 你到后面的一些基本面的东西 你至少要了解一些吧 至少要有把握吧 尤其这种小型股 对不对 硕听我讲 都没听过 可以赚这么多钱啊 对啊 可以赚这么多钱啊 股价你看他大盘跌的时候他会不会跌 他还是照跌给你看 你看他大盘跌的时候也是从一百零几块 跌到八十几块啊 是不是 所以说你原则上你在操作的过程当中 一些公司的状况就要了解 要了解你就比较好操作嘛 所以现在这个点数已经来到一万五千点之上了 你说明天的景气大方向绝对还是不好的 绝对还是不好的 但是坏到什么程度我不晓得 现在看到的讯息啦 你目前看到的讯息 讲之后一点之夜来讲 都比说上半年 都到底的 现在来讲都延后了 目前看啦 几乎都延后了 就是说上半年不会看到底部啦 就是因为还是在摔的过程当中 啊摔到本来是摔到上半年就会停下来了 对不对 那可能就整理还是在往上 还没有能确定 但是现在那个摔到上半年来讲一定是往后 一定是往后 就是说可能到第三季 或明年第四季还摔到摔到最后 目前看的状况是在这样的状况 那当然现在来讲大陆解封什么快封快解 好 是不是能够改善一些基本面的状况 不晓得 因为现在的手机跟PC 或者很多的产品都是卡在中国大陆的消费 真的不振 因为你都封城了 你怎么去买东西啊 对不对很难买 你说 比如说 城南店买往电商的东西 你从淘宝买好了 你说进来 你如果说你现在还有在买 像我们家都有在买 买了以后呢 现在来讲到 都告诉你都封了 所以很多货都delay掉了 除了那个城来讲的话 没有被封到 不然只要被封的 你说你叫了货以后 他只能跟你讲说 因为他们客户都还做得不错 他马上会跟你讲说 我们现在封城哦 等我们封完成以后 我才能出货给你 他都跟你讲的很清楚啊 而且他们都实习 所以他们其实 他们每个厂商 自己都有客户在那边 用那个 他用那个WeChat的吧 用WeChat 随时就联络 而且他们一船 马上24小时 都有在帮你做这种商品服务啊 所以他都算不错 所以说现在这个点上面来讲 到底景气 到底怎么看 目前大家看 还是相对悲观 还是相对悲观 我昨天跟你讲的很清楚 所以你现在这个点 买股票 而且要渐轻仓的时候 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像我每天要选股票来讲 其实真的有点痛苦了 真的讲实在话 真的有点痛苦 你买高点 能不能再往上走 或是这边做高点的 也不能说乱做嘛 对不对 你总是要一些想法在嘛 对不对 所以说你说 硕天 你说以这种个股来讲 15块17块 你买一百零几块的 虽然涨了很多了 合理吧 对不对 那当然今天上去了 上去了我们 三天的时间而已 你看我们近百分之十了 我们就 今天就先卖一半了 我大概原则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他这个点呢 反正先有赚钱再说嘛 请他另外一半再看嘛 对不对 我之前卖联养 对不对 我们今天也跟你看联养 但联养也不是说 接下来不会涨 你看联养 我一百二十二卖一半 今天大盘 这几天已经涨了 三四 整个涨了快三五四五百点 你看联养 这几天有涨吗 没有吧 你看我卖掉最高以后 一个两个 有没有 你一定也不晓得 你看外资这边在卖 对不对 他卖也卖不下去 那今天来讲的话 另外一个券商来讲 又把联养的 的那个 报告写出来了 我给你看一下 联养联养联养 联养联养 那放进去吗 对不对 你看4Q22 银运现转 及远优于法说会的指引 明年银运摆脱谷底 他还是看你还是看好 然后你看这里来讲的话 3.46 5.45 估得差不多 估得差不多 所以这里是不是洗盘 我不知道 我讲难听一点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买在低点 我买112的 我现在赚钱啊 我就不用急啊 对不对 我还赚 反正他沿着五日线嘛 他现在连 不然连心都还没碰到 他现在外资这边卖压 这边有在消化 至少量有在消化这个外资的卖压 所以不知道了 我讲难听一点 但是至少 重点是 还有基本面在告诉你 还支撑在这里 对不对 去年赚3块 每年赚5块钱 本来本一笔都市场都给的很高的 我是举这个例子来告诉你说 当然免格的逻辑是不一样 你说有人讲 红达店 对不对 你看昨天这强的 红达店你看今天就 就没 你看好了 我们看二三一四 对不对 昨天是不是强 那今天没有啊 低谷卫星今天就就熄火了 我说他赔钱啊 对不对 那你说这里来讲的话 你说你说你怎么买都赔钱 你怎么去评价他 我讲难听一点 从技术面 对不对 从技术面来讲突破了 半季线 然后这边到半年线的位置 然后这边拉回 你说拉回 你说短前季线 他还是往上走 这样就结束吗 也不会啦 也未必啦 讲难听一点 但是你就一个 这个投资义均 就很难去去写他 去写他 所以说这里你说 操作上来讲已经 你说这里 随便买随便赚嘛 讲难听一点 拿着股票没有涨的 现在这波 两千五百点 你的股票 大概都有涨了 涨多涨少 就差在涨多涨少而已啊 你说这股票都没涨的 不可能吧 很少啦 都会动一下啦 对不对 你说航空股最强的这波是什么 2606 你看直接公到连线 有没有 对不对 2606 你说再烂的 散装 2637 慧阳也有涨一点 你看 2637 你要公司买一万张 2636 那公司买一万张的库长股 这里整理一段 你看这里 从这里也是有没有 从72 涨到今天半年线 也涨到79 有没有涨 还是有涨啊 海运的基本面很差吗 不是照涨给你看 只是涨的也不多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但是它的趋势还是有在涨嘛 只是邪率没那么大而已啊 没那么大而已 所以说 在这里 好我们回来大盘 从大盘的角度 我们来看一张图 你看一张图 其实台湾的经济来讲 其实真的要特别留意一下 你看哦 这是 8月 9月 10月的 这是已公布的 台湾的命脉 我们知道都是在出口 对不对 这是创汇的国家 这边来讲 你不用看什么这MV 这什么CPI 这个我们台湾来讲 这个都先补看 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从9月份开始 你看出口 YOY 工业生产 YOY 外销订单 YOY 你看这个是9月份的-5.3 -4.3 -4.5 -3.1 然后呢 10月份你看 你看也是-0.5 这个是-3.6 你看外销订单 越来越多 -6.3 你外销订单是先期指标 你没有订单 你哪用的出口 所以你看从这一块来讲的话 是不是还在衰退 是在衰退啊 但是股市就是会大波动 所以我跟各位强调说 你大盘股市是在涨的没有错 那这个波的大盘要涨到哪边 当然 我说这个也是基本面不太好 你就记在心里面 你一定要记在心里面 告诉自己说 这一波 有人讲说熊市反弹 那熊市反弹谈到哪边 你根本没有知道 有人告诉你到14,800而已啊 我看有啊 我看财经节目 到14,800 绝对上不去啦 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不好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绝对的 只要它涨 昨天把我讲一句话 你觉得美国股市会涨那么多吗 对不对 谁也想不到啊 对不对 所以那我们看一下 他外资的时间到了 看一下外资 外资今天不知道买多少 外资集才是这一波的重点啊 外资买了159亿 还可以吧 对不对 他还是买嘛 你不管嘛 昨天买200亿嘛 今天买159亿嘛 他还是在增加筹码 只是说有时候 他也是跑来跑去的 讲难听一点 外资死外资也是这样玩 但是至少 他是主导台湾的力量 这股力量 他是在一直在买超的 他一直在买超的 你看自营商还是在大卖 有没有 57亿 每天卖啊 自营商 部位真的那么多 我也搞不清楚 我们台湾的经营商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都下刀了 你懂的意思吗 超盘了 现在来讲 反正现在上去还好 我的部位至少少赔也好 至少我的绩效会拉回来一点 我就是上去了 所以说你看他的乐长 他根本就不敢赌 这一波到哪边 不敢赌了 因为他是以七效为导向 反正十一二月了 我只要股票卖掉了 只要我真正的获利了 或是我少赔 我至少我今年的工作 我能够交代就好了 那是他自己的钱 你当然不用管他了 讲难听一点 所以你看自营商进出真的不准 反正他都是以短线为主 他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但是你看外资买了159亿 所以说你这个大盘还会再上不上 当然还会再上啊 当然还会再上啊 但是你跟我讲 基本面不好 怎么还会再上 所以说这里都很尴尬了 讲了2500点了 基本面也不好 对不对 短线获利卖压 然后之前套牢的卖压 大家都要出来了 那接下来咧 接下来就开始就可能 还是会涨了 但是涨到哪边 当然压力的地方 还是要跟各位讲一下 你就记住这几个点 但是会不会过啊 原则上 第一个点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15200点嘛 所以今天也碰到这个点啊 上次碰到这个点就下来了 有没有 怕又跌大波啊 这是这一波长线 从月线的角度来看 从周线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头部的卖压的景线的位置 你看这边破了以后 又来到12629 所以就弹回来了 有没有 好弹到这里了 能不能过 能不能过 不知道 我讲难听的 我也真的不知道 但是这里 你一定要有个心里面 有一个想法就是 涨了2500点以后 基本面其实目前 还是在往下摔的过程当中 你在持股来讲 这边来讲 要开始减少持股了 你可以做多 但是绝对不能全压 你要压到五成以下了 因为涨了2500点 你这边还压到七八成 除非说你真的是 短线操作是很灵活的人 我没话讲 你在操作上 你不对就能够砍股票的 那我跟你讲 你如果是这种做法的话 你什么时候你买仓也是你高兴 我讲难听一点 对不对 你只要不对 9% 10% 一看跌停5% 跌停10% 一顿你都敢砍的话 但是一般投资人做不到啦 你在操作上 你不可能这么灵活 那什么是纯主力 还是这个在股票市场 讲难听一点 你一定要一段历练的时间 你才能做到 一般的投资人买了套牢了 就先看 看看5% 10% 11% 12% 越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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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定是变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 你若是这样子的人 你这边有点居高思维的想法啦 因为这里你买新仓 买来自股票市场赚钱 我问你 你敢确定吗 对不对 你今天看台积电很兴奋 对不对 500多块了 台积电500块套一缸人 对不对 你今天来讲 你去买台积电 你看去108 5080 500块以上 又套一次 又给你套一次啊 但不会马上就跌啦 那现在还是蛮漂亮的 那也许高涨震荡折你嘛 对不对 但是你买这里来讲 你的资金来讲 短线你就又赚不到钱 那是不是要白打 所以说这里来讲 还是要留意啦 那我们来讲一下巴尔他的看法 昨天讲是因为他这边 缓缓升级脚步 但是呢 他也讲得很清楚 其实不是这回事 但股市反应是正面的 演讲了三个重点 美国通膨过高 需要进一步的升息 当利率接近限制区 你就拿到限制区 现在两人看都4.75又5 或者5到5.25 大概现在就看这两个区间 就多一码而已 那开始缓慢升息的步伐 最早可能从10月开始 就是因为这样讲 所以才大涨的 那美国涨 我们其实已经前期两天已经反应了 两天已经反应了300点了 所以今天再多100点也是合理 你今天还在反应277点 那时候的点数你才去追的话 那都是不对的操作 但是不代表这个高点不会过 不代表这个高点不会过 但是要看后续的发展 那缓慢升息时间点 还不如终端利率 跟维持终端利率 在高位多久重要 所以其实他缓慢 有没有缓慢期 他现在看法 已经不重要 那市场希望他画慢来讲的话 我就好了 我就符合市场的预期 让你画慢了 但是接下来 终端利率到多少 或者是说上了终端利率 停下来以后 他要在市场维持多久 高位要多久的话 其实他目前来讲 还是不确定性的 那9月的时候 他们是看4.75 但是来讲 目前来讲 大家都往上看了 不会那么低 不会那么低 那这样子来讲 第一个你看 利率高维持一年 明年如果高利率的话 你说消费投资一定会衰退 所以接下来 美国股市如果到一个程度要跌 要跌什么 绝对是跌基本面 所以到一个程度要跌就有理由了 跌了这么多 对不对 涨了这么多 你接下来 如果说基本面的东西 跨不上去的话 你是不是没机会了 那第三个是核心三品通膨 以快速回落 接下来将是核心通膨效果的主要力量 住房服务通膨能胜去上升 明年稍早开始回落 所以核心服务通膨没有明显趋势 劳动市场从沿州过渡到微卵的初步解决 服务通膨无法快速下降 其实现在都是服务业 你懂意思吗 美国的服务业好像都请不到人了 所以只要增加工资 没办法的事情 很多人都是退休了 换车子就退休了 不做了 不那么辛苦 也好啦 反正也没什么不好 所以说在这一篇的过程当中 虽然你昨天一讲 哇股市换鞭炮 但是接下来讲 换鞭炮换到什么程度 你还要谨慎小心 所以谨慎小心 就是股市 我认为还是不要 至少 现在看怎么看还是第一波而已嘛 也不会说这样子 高档没有震荡 就V型缓转下来 除了大利空啊 对不对 那真的 那一目前看的话 你说什么大利空 很多除了你说 连想都想不到的利空 有可能 直接V型缓转 不然你说涨到一个程度 你一定是一个整理整理 然后再往下杀的啦 至少破十字线再说吧 对不对 现在的十字线都那么远 还怕什么 只是说你买什么股票能赚钱 就相对比较难了 就是说几率已经没有在低 不一万三 你随便社会标哪一支赚 我说哪一支 随便买的时候随便赚 赚多赚少都在赚 对不对 赚多赚少都在赚 社会标也可以赚 在一万三的时候 如果说一万四千五 一万五 那当然越高点的话 你在这边买新建仓的位置来讲的话 当然就越 赚钱的机率就没那么高嘛 好 那我们讲一下最新的货柜 这是他最新的预估 你看他看最好是旺海 你看旺海即明年估户的4.99 明年估户的后年估3块钱 这我有点看不懂 为什么旺海明年会那么差 后年来讲的话 又多回来1块钱 然后呢 在长荣来讲的话 明年估8块 后年估户的0.3 衙明市正0.9 负的3点多 三支不是都一样吗 怎么可能说 衙明长荣越坏 然后旺海明年坏 后年没那么坏呢 搞不懂啊 他怎么 因为现在不是都一样吗 你说可能近阳远阳的差异吧 我是不晓得了 但是我最主要是要跟你讲这一篇 我觉得比较不合理的地方 这里来讲的话呢 他这一次里见到他明年来讲 供给说成长20% 需求只成长2%而已 那还有这一篇 我是觉得比较不合理的地方在那边 如果说明年的全球的景气 是明年最差的状况之下 假设嘛 我们假设嘛 那后年会好起来 那至少后年的获利会比2023年好 对不对 我们就全球景气来看 但是如果说 也许是货柜本身自己产业里面结构的问题 那我们就不晓得了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边 产业结构的问题 第一个 你说这边 20跟2来讲 我是觉得是有点离谱 我不知道他怎么算的 你看哦 他这里来讲 他本来大家都算8而已 他把塞港缓解预计 增加15%的供给 这我就不知道他怎么算出来 他这个还能够算得出来 太厉害了吧 全球的货柜来讲 他觉得说 因为塞港的缓解来讲 会增加15%的供给 我请你这个数字怎么算出来的 我也跟你讲 增加20%啊 所以这个数字的来源来讲 我觉得是有点问题 你懂意思吗 因为你说总供给 总需求来讲的话 你从国外的这些航商的预测三大机会来讲 他们都有 但是你这个我就不相信了 讲蓝天一点 这我就不太相信了 另外来讲的话 你还有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就是说 你看哦 我们看一下这里 他有一个 在 9月 10月 我看一下 这里啊 这个是法规嘛 执行嘛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 好像是 减碳那一块 只减少1%的攻击 我就太少了 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吗 你在减碳来讲 现在全球的团队分A B C D E 五个等级 现在D跟E的 现在来讲是31%啊 E的部分来讲 一年你就要拆解命 一年你再不改善的话 你就要拆解 所以我想你只要是高于E的话 大概有做新船的公司来讲 旧船就送去拆解了啦 因为不可能再花钱再去改善你嘛 因为我供给都那么多了 我用新船的效率绝对比旧船还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只要这个拆解来讲的话 会减少供给E的话 我觉得是我也不相信 当然会减少多少真的没有能算得出来 但是至少非联盟的床商来讲的话 在这一次景气效滑的过程当中 我想很多人的干涉会退场了 因为去年前年这两三年 他们赚到最好的状况之下的话 接下来他们的扩张的速度 绝对不可能像联盟中的这些 十大航商占了80% 所以小航商来讲 我觉得啦 没有这些占近十大航商这些公司来讲的话 大概未来的生存的空间就不会太大了 除非你有一定的经济规模 你有一定的经济规模 所以说这几年你说造船来讲的话 这些货柜的船运来讲的话 我觉得至少整个价货来讲是有改变的 那这一次来讲 因为SGI跌了23周 我就真的是中国大陆本身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 还有欧洲啦 欧洲经济也不好 欧洲经济也不好 也是一个很大的状况 但是你说以货柜来讲 其实蒋南亭都会有点寡战了啦 三大迷都会有点寡战了 那这一次他们这样子杀 反正我赚了这么多钱 你看长龙今年可以赚到一百六十几块 那明年还可以赚八块钱 我还是赚钱啊 我还是赚钱啊 所以我还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很多的事情 所以说这篇来讲的话 我觉得 因为另外一家来讲 他没有看到他这么悲观啊 所以他这个数字来讲 我个人的总结 是他真的看得太悲观了 但对不对 我不晓得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个人的观点 当然股价来讲 相对来讲是有反弹 但是比其他的类股相对还是比较弱一点 这是事实啦 货柜 那货柜来讲 我觉得能够期待的 当然第一个是SCI的能够止跌嘛 第二个就是明年的花股息嘛 或者说像长龙来讲 我今天在那个 SMA金融库 我会上传一个 我们对长龙公司的呼吁啦 尤其对我们的张国华董事长的呼吁吧 我觉得你这两年赚了这么多钱 很多的长龙的股东 26万的股东也套牢很深了 你怎么去想 把这些股东的权利最大化吧 给你一些建议 那你如果说你有长龙个股的 你也可以看一下 那晚上五点半会首播 搜寻SMA金融库 SMA金融库就可以了 那欢迎订阅SMA金融库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这是对这一块的整个长龙的老板 你怎么去维护股东权益的一个主要的节目 当然讲二次节目中再讲这一块 再讲二次这一块 好 股市龙传欢迎投资朋友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影片上传会做提醒通知 另外如果说你有任何持股问题 我想加入会员欢迎任意点选标题处 会看到新视窗 第一个网址按进去会到我们股市龙传 入会及持股的见诊申请表 满把姓名电话号码 还有持股名记写清楚 停换资料按提交 服务者员马上会跟您做联络 另外你可以利用我们影片 以后下方的QR Code 手机扫描进入LINE A的族群做互动 也是一个方式 那欢迎投资朋友订阅股市龙传这个节目单元 我们要盘前焦点盘后解析 一天两个节目对台北股市做专业分析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注归投资票的操作 顺利赚拿钱 谢谢各位